95岁的医生高耀杰过世了 他曾经揭发了让艾滋病跟肝炎 大规模的蔓延在中国的血货 进入被掩盖的艾滋村 来帮助那些受害的卖血的农民 那么石板先生对这个议题 您当时有什么样的观察 在2000年到2010年前后这10年 其实是中国艾滋村 全世界最严重的地方 当然说我在中国 很多日本记者 包括我们的很多同事 都进去做非常详细的采访 其实我觉得人类社会 对艾滋病刚刚出来 认识不足的时候 这种因为输血感染的案例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 包括日本也有 但是事后这些被害者 都会发起了告国家的这种官司 然后基本上都得到了 相当丰厚的赔偿 他们的牺牲当然是更大的 但是说至少是有人帮他们维权 但是在中国的艾滋村 就是河南的艾滋村 完全是跟别的国家 走到不同的路数 第一 艾滋村爆发的时候 是全世界对艾滋病的认识 已经相当成熟的 别的国家的艾滋病 已经得到控制了 这种悲剧不再发生的时候 中国刚刚开始 另外一个是 它是通过大量的卖血 非常粗糙的不换针头 这种方式 支持很多整村整村的人 全家全家的人 他那个针头其实很便宜 而且官方主导 针头真的很便宜 对 有需要这样子 但是都对他们来说 这个针头就是能省一分 是一分的想法 而且另外一个主要是 愚昧嘛 对这方面没有知识嘛 但是当艾滋病这个事情 爆发的时候 中共又采取高压 就是封锁消息 让这些人自生自灭 如果有的人 想对外界透露这件事情 会使用非常强有的手 去打压他们 这些被害者 反而受到中共的残酷镇压 高耀杰医师 他就是把这件事 爆出来以后 才让全世界知道 原来才有这件事情 那么全世界媒体的纷纷进驻 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慈善团体 也去给外资村的患者一些帮助嘛 中国的官方也稍微对他们好一点嘛 所以说这个高耀杰医师 他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没有他的话 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全世界别人都不知道的状况嘛 前不久 中国的李克强 天宗里过世的时候 好像国际上的媒体 把它形容成一个 非常开明的改革派 但是李克强 在他河南主政的期间 也是非常疯狂打压 艾滋病患者 对这个事情 他其实有相当大的责任的 就是说在中共的官员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好人啊 每个人都是 劣迹斑斑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现在 中国有很多的公害的病 比如说因为水的污染 因为食品的污染 因为空气的污染 造成的全家灭门灭村的残案 在中国各处都在发生 但是悲剧的时候 现在中国已经找不到 高尤杰医师了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 高压统治上 让这些消息更加封闭了 现在在北京的外国媒体记者 已经很难像我们过去的时候 到乡下 到各个城市去采访了 消息已经传不出来了 高尤杰医生 他付出了很多 但是他过世的时候 很遗憾的 没有看到中国在变好 反而比他离开中国的时候 环境变得更串 环境变得更串